欢迎两位 结婚十年了 对 孩子多大了 孩子今年快十岁了 孩子的生日是 十一月初一 老婆的生日是 五月十三 对吗 对 也还行嘛 不像你说的嘛 什么都不关注啊 不都记着呢吗 她这是做了一下功课 恶补了一下 她还知道我问什么问题 老婆人好吗 好 对你好吗 好 对孩子好吗 对孩子也可以 你还喜欢她吗 喜欢 这也是补的吗 这个她自己说的 算实话吗你觉得 以前算吧 现在就不知道了 你说她怎么做的 让你觉得不够贴心吗 就是年前嘛 她朋友的妈妈 过生日 其实她说 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嘛 刚好遇见了 几个很久不近的 那个朋友 当时他们就说 要通通拍拐好 喝一尝嘛 我就在旁边 我就跟她说了几句嘛 你还是少喝一点 别喝那么多 她就不乐意了 然后就给我脸色看 我那几个朋友 都带了老婆去了是吧 就她在冰箱 说这个 说那个 我那天晚上就结果 就喝多了不 然后我就 在旁边 就跟她吵了起来不 她就使劲一推 我力气没 她大嘛 就被她摔到了地上嘛 动手了 对对对 以前她不这样的 除了这个 你觉得你怎么样啊 我喝酒 其实也喝得少 好 像您一周出去 喝几回酒啊 我一周 基本上 这么说 一个月何几回呢 一个月差不多 平均下来就一两回吧 还有别的吗 就记得是去年嘛 我就去云南旅游 然后呢 我们开始去的时候 她还是每天和我 视频聊天呀 后面过了几天 她就没有 一点也现在 开始的时候嘛 本来就是她发视频 打电话 有时候她就不接嘛 她去玩去了 有时候手机放在包里面 也没听到 晚上一般都是 到了八九点 九十点钟 打电话她才接嘛 到了后面那几天 我有时候就把儿子 搞完醉啊 很晚了 就睡了 就没打电话 她不跟你打 你干嘛不打呢 我想着她应该 主动一点联系我嘛 到了要回来的那天嘛 我就打电话了 我说我急得下飞机 让她来接我一下 她答应的是蛮好的 下了飞机之后 她就一直没有来 为什么不接啊 我那天本来是 不准备出去做事的 但是那天有急事 我就出去了 回来就差不多 快到她下飞机的时候了 所以我就说 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自己 做个车陪嘛 不是忘了 是觉得时间赶不上烫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我朋友嘛 他是从家去的 都赶不去接她老婆 我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了 我老公一定会来接我 接我就没有来接 我就感觉很没面子 主要是没面子 说明就是我在她心里就没有什么地位 她就是对我不关心 不照顾一样的 还有什么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你接着说 就下班 一个礼拜有那么几天晚 要12点嘛 接着要求她去接一下 有时她就打电话 就打她都不通嘛 也就不担心我的安全 能不能安全到家 也不能没有回家之类的 然后等我一回家了之后呢 就让我点停嘛 你一个礼拜就上两三天晚班 到有时候到差不多到12点慢一点 我本来就白天去做事就很累嘛 就晚上有时就睡着了 但是我一般都是去接着的 没去接几回啊 有两次 您上这种晚班 大概上了有几回啊 反正一个礼拜两三天 一个礼拜两三天 一个月大概是八天左右 是吧 对对对 那您上这个班大概上了多久 上了有一两年了吧 哦 然后她缺了两次岗 这就是不关心你了 这老公做的 你敢自己睡觉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今年我们结婚十年了不 十年 就结婚纪念日这天呢 我还是记得 但是呢我也就没有提醒她 我希望呢 还是期待她能够给我一点惊喜吧 结果就因为她从来就没有 对我有过什么浪漫啊 有就什么特别的礼物都没有过 不不不不 您说慢点 她从来没对您有过浪漫啊 对 没有过 是从来没有过啊 对 是从结婚第一年到结婚第十年都没有过啊 没有过 然后呢 我就想着她能够给我一点惊喜 送点礼物之类的 就一直白天她没有任何表示 晚上我希望她是能够想起来吧 结果晚上也没有 突然晚上吃了饭嘛 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也不晓得就是干嘛去了 她记得是延礼嘛 我记得是英里还是记得 就是四月十七嘛 但是延礼我就忘记了 不知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是我那天晚上回来的话 她睡在沙发山就不理我嘛 行 知道了 那九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前九年不也没浪漫吗 为什么非要第十年浪漫一下呢 前年的时候 感觉她也是蛮细心 蛮拉扯的 明白了 她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这几年她就对我们的生活 明白了 对我就不关心 不创新了 这个逻辑就听明白了 大家听啊 前九年我不在乎你 跟我过不过 浪不浪漫 是因为我感觉你对我好 你会接我 你不缺席 我什么你都特关心 而今年特别在乎 所谓的行事主义 是因为我感觉 你没有以前那么的细心 没有以前那么的在乎我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今年是第十年嘛 是 是 是 大日子 人生又来 哪来的哪些十年呢 没有那么多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来我们这儿 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吧 在十年的这个婚姻的 这个过程当中 来一次爱情保卫战 这是一个纪念 就对你吗 对其他人怎么样 我就希望他多管管儿子 我儿子有一天晚上嘛 八九点钟了还没到家吧 我刚好下班回家 我就问他再去哪里了 哪里那么玩 儿子那天刚好做完作业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去同学家玩一下 我说你去吧 你早点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就没有看到儿子嘛 他就问我儿子到哪儿去了 我说儿子出去玩去了 他就怪我什么 就不陪儿子出去 让儿子一个人出去啦 就因为他每次都不陪儿子出去了 结果那天他就骑自行车了 然后就磕破了那个脚拨 谁磕破脚拨了 儿子啊 他骑自行车嘛 他都不想什么时候学会的 我就希望他还是能够陪着我 因为小区里面那个车又多嘛 你知道儿子什么学会自行车的吗 他自己骑着我 搭个车学会的因素 人家就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磕破磕破了吗 很严重吗 磕破磕破了血吧 听明白了 反正这老公你也不打算要了对吧 我就是希望他能关心一下儿子嘛 也多关心一下我的感受吧 有时候也就估计一下我的感受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我觉得你老婆挺虚道的 你觉得了吗 有一点 你敢说吗 我不这么说 不这么说 别藏心里啊 你们家的大事小事基本谁管啊 基本他 你是执行的 是这意思吗 你们家谁挣钱挣得多一点 我 你们家这个谁家务干得稍微多一点 家务都是他干得多一点 家务他干得多 你只管做饭 对 是吧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谁对家里的贡献大一点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你觉得这个两个人 对儿子的这个经历 谁投入得多一点 那应该四五吧 你们俩谁到外面 出去玩的时间多一点 他 这个 我是不是出去玩得多一点呢 你先生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吗 不是 你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是谁管啊 谁拍板啊 他那些说的事实的 他说我出去玩 出去玩的时候 他刚才回答那么多问题 基本上都是事实 只有在谁出去玩得多一点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说实话 对对 是谁出去玩得多一点 他出去玩得多一点 他朋友他是当地的嘛 我是外地的嘛 他朋友多不都在身边不 他就出去吃宵夜啊和酒啊 然后唱歌啊之类的 我呢就在家门口嘛 他打电话就我出去坐一下 我就出去了嘛 那就是出去玩 他出去的话就是到这里去旅游啊 那儿去玩啊 行 好 听懂了 所以你想怎么样呢 所以我是想他还是回到以前一样 能够对我多加的关心 所以大家看看啊 十年 妻子有很多的埋怨 丈夫心里大概也有 还好吧 还好 多宽容一人 行吧 老师们看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文件 小孩十岁 结婚十年 从结婚第一年开始有小孩 前几年的时候 你在照顾小孩 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 慢慢地慢慢地 小孩越来越长大了 要去读书了 慢慢地慢慢地 这个老公好像外面朋友 也越来越多 你还是没有朋友 你还是宅在家里面做家务 所以你不再是这个家的中心 你变得开始孤单 然后你变得孤单之后 你开始有埋怨和抱怨 其实你们发生的这个事情 在很多的婚姻和家庭里面 都存在 习惯 熟事无睹 在夫妻生活里面 几乎是一定发生 什么叫习惯 你坐在那边 你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他从你身边走过 他都没看到你 为什么 因为时间长了 我们之间的亲情 可能多过曾经的爱情 再换句话说 为什么你会被习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十年前的你和十年后的 你有什么区别吗 变化不大 对 你变化不大 十年前的你是这样的 你十年后的 你还是这样的 他用十年时间 他怎么就不习惯你呢 他当然就习惯你了 所以啊 想要不被人习惯 你自己就得有变化 想要让老婆少一点埋怨 就不要觉得 我拥有这个老婆 要珍惜 两个人永远都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都在变 我们一直都在珍惜 这样一段关系 才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一直好下去 这样我们 鸡毛算皮的小事情 才不会让两个人的心态崩溃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你们刚才描述的 所有的场景 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 哇 这个女人好幸福啊 就一次不接机 在你来说 就已经是大事了 他因为他以前就 对 因为他每次都接 因为他我就 所以一次不接 就会造成你觉得 这个男人不关心我了 你想想 长达十年的婚姻 当一个人一直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付出 然后呢 稍微有一丁点的不对劲 你就会觉得 他不爱我了 或者说 他对我 没有以前那么照顾了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看不到自己拥有的 而且我想说 婚姻当中 两个人的互动 一定是相互的 他给你打电话 不是永远要一直 他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能 回过去一个电话 问问他在干什么呢 而且在你们两个人 刚才的对话了解当中 我们分明能感受得到 其实他对家庭的付出更多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好好想一想 自己拥有什么 好吧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你们结婚十年 刚才我听到之后 我心里也是一动 因为我跟我老婆 也恰恰是十年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给我一个提醒 我在十周年 一定要做一些不一样 男生其实对家里 对老婆付出很多的 只不过呢 不是很愿意去说 或者说不愿意去改变 老婆一直说 你不够关注我 你不够关心我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只不过是我们从初恋 热恋到结婚到生活 其实关注的形式是在发生变化的 我就在脑海里想一个场景 我在和我老婆谈恋爱 结婚的初期 我都在用眼睛和心 一起去关注她 比如说她一出现 我的眼睛一直是在她身上 不过我们在一起做什么时候 我经常会看看她 现在呢 我更多的是在用心 比如说老婆下班回来了 我知道她回来了 我心里有踏着 但我不会再去关注她的脸了 不再关注她 回来之后她做什么了 但是她一直在我心里 如果哪一天 本来应该她是六点半 一定会到家的 但今天的七点还没有到 我会很着急 我会给她打电话 她可能那个下班路上 去买水果买吃等了 回来晚了 我放心了 但她回来之后 我依然不会关注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的关注是在用心 老婆这会儿是能感受到 OK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近期近一年以来 你老婆已经不再 满足于如此方式的关注 而你呢 这会儿就没有关注到 她的这一点变化 你应该去改变一种方式 去关注她 就比如说 以往的九年 我的结婚周年 我都不会准备礼物 我都不会做什么 特殊的事情 但是第十年 就需要去做了 明白吗 老婆有变化了 你要关注到 你要随着这个变化 也去变化 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变 我相信你会更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老师 来 福老师 十年前 你是 请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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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